兄弟走,我们去搞钱 搞什么钱我刚失恋 现在还在悲痛之中 麻烦你不要烦我 悲痛,悲痛就对了 搞钱能够使你快乐 得了吧,千金难买也高兴 不是钱买不到高兴 是你那点钱买不到高兴 我他妈谢谢你 没有什么烦恼是搞钱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那就搞更多的钱 只要你有了足够多的钱 就可以把女朋友追回来 怎么可能她才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那她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 你想啊,别人带女朋友买衣服 能不看价格,当场就去世 你带女朋友买衣服 你偷看价格,当场就去世 你不搞钱怎么给另一半美好的未来 搞钱人,搞钱魂 搞钱就能成为人上人 打工人不怕累 只要蒙灵给到位 今年不努力搞钱 明年怎么回家过年 每天起床第一句 今天努力搞钱去 干啥都可以佛系 唯独搞钱要尽力 要有点道理 以后不要问我们在哪里 直接问我们在哪里搞钱 女人只会影响我们搞钱的速度 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去搞钱的脚步 搞钱是心之所向 好兄弟,搞不搞 搞,我现在只想搞钱 不要说只想搞钱 因为这样就暴露了你既没有女朋友 又没有钱 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我 因为你有了钱就可以帮我找到更漂亮的女朋友 哎呀当个打工人可太累了 女朋友还跟长长儿子跑了 苦日子看不到头啊 不如让我给你灌点心灵鸡汤 让你重新对生活充满希望 得了吧 我从小就是被心灵鸡汤灌大的 免疫了 可是心灵鸡汤真的很有营养 是有营养 但是肌肉更有营养 然而肌肉早就被成功人士吃光了 成功人士怎么了 你只看到他们表面上顺风顺水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背后经历了什么 是啊 等你了解了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数就是投了个好胎 啊 不要那么悲观嘛 上帝是公平的 虽然他给你关上了一扇门 但是 但是等你翻过了窗 你才发现这他妈的是18楼 啊 我说了嘛 你的心灵鸡汤对我没有用 我就不信我的鸡汤语路口不动你 你口认你口 动了算我输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虽然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哦 可是有时候你都不努力一下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过去满满的负能量 只要你全力做的最好 然后发现不如别人随便搞搞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别人实现了呢 你并不是一无所有 还有贫穷与脂肪 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 但长得漂亮的人 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读不懂的诗和到不了的远方 别说自己一无所有 这不是还有病吗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 什么心灵鸡汤啊 都是看得见摸不着 只有生活中的挫折和痛苦 才是真正能感受到的 心灵鸡汤确实是虚的 但是它反映的是积极向上的态度 我们虽然都是打工人 但是正是拼搏的年纪 就不要选择安逸 别让这辈子活成了 没有思想的奴隶 啊我问我了 为什么整个场里的人 就你看得这么透彻啊 因为这个场是我家开的